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信仰 整体性对信仰跟责任的认知的综合 是一个归正运动的传道人 可以在世界上有用光照耀世界的能量 一个归正信仰的基督徒 可以在社会中以言的身份来调节 来影响四周的环境 一个好的基督徒 应当是完全顺从圣经 完全依照圣经原则 走在绝对顺从圣灵引导之下的生活 一个好的归正神学信仰的基督徒 应当在文化的领域中间 用基督在万事上居所谓的身份 跟教舍来光照 引导世界上每一个城市里面的人 让最好的警察敬畏上帝 让最好的法官顺从上帝 让总统敬畏上帝 让最好的英优家 写出最好的英优来赞美上帝 让最伟大的美术家 以敬畏上帝的心 献上他们的名书 来拥要上帝 这样所有的真理 是从神到来的 一切美善的恩赐 是从神来的 一切领受恩赐的人 有一天要把恩赐 归回给赤恩的上帝 那我们就用福音的使命 加上文化的影响力 来成为上帝所派 在地上做见证神的夫人 我们成为上帝的代言人 先知功能 成为为世人祷告的中介分子 即使 我们成为有能力 靠着主的恩典 管制自己 过圣经的生活 再去影响别人